与借众生能像我一样 惜之不失的圆满功德和少分功德 则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愿享用的 即便是一口饭也愿意不失的 只可惜众生不像我那样了知这些功德 诗诸比丘请问世尊以何因缘今对我等赞叹不失的圆满功德与少分功德 唯为我等宣说世尊诸比丘 阿弥陀佛世尊诸比丘 诸位 我不仅是今生赞叹 而且前世我也曾赞叹不失的圆满功德和少分功德 如等当地听 很早以前在印度陆远院有位月光国王 其治政年间 中仁和百业兴盛 用佛法持国各方面非常圆满 这位具大慈大悲 新的月光国王常行不失 不论随人来取医所食 他短其所愿 还常医重的病 解其病苦 后来一位观察天文的佛罗门 观察到这个国家将在以后的十二年中 下雨 整个国家将面临很大的旱灾 了之后就请问国王该如何是好 国王就召集所有的大臣和黎民百姓 如实的对他们宣说 据天文观察 推之本国将在今后的十二年中低于旱灾 你们中间若是财富足以维持十二年生活的话 仍可安住在本国内 如果不能如是 则可去异国他乡去谋生 否则生命也是很厉害的 外出谋生者若刻死在异国他乡 就不必回葬在本国 若能幸存十二年后 地盘仍在可以返回故里 这样宣说后 有一部分人就离家外出谋生了 一部分因舍不得自己仁慈的君主 就留在自己的国土上 后来果真受到未曾有过的大旱灾 低于未下 很多人生活很困难 就去祈求国王 我们该如何生活下去 国王就命令掌管国库的人去统计现在的全部财富 计算一下 十二年中 人均每日的饭食和多少 做好准备 计算的结果是 十二年中 人均每日和一口饭 国王每天两口饭 这样基本能维持生命 不至于饿死 这样 国王仍然坚持为他们宣说佛法 人民行持佛法 以行持善法故 很多人死后都转生天界 天人就越来越多 第十天之道 天人争动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佛出世 世间人民行善 二是人间有转轮王 他就依此观察人间是有转轮王 还是有佛出世 观察的结果 既是有转轮王 也不是有佛出世 而是有为行持佛法的月光国王 教人们行善 因此天人越来越多 第十天观察后 就想月光国王的发心 若真的清静 则应该随喜 如果不是这样 就应该爱他 于是他就变成 以佛罗门的形象 到月光国王前起时 国王自己有两口饭 他觉得给他一口 自己留一口比较合理 就发心给佛罗门一口饭 但佛罗门仍不满足 要求到国王 你能不能把那一口也给我 国王心想 如果两口饭都给佛罗门吃的话 自己肯定会饿死的 但不管怎样 他毕竟是个众生 为了众生 我应该发心 他一边发怨心 以我不失之善根 愿我将来成就如来正等觉的果位 一边把自己仅有的另一口饭 不失给佛罗门 这时第十天非常高兴 觉得月光国王是真的发心 就显出第十天的身相 对月光国王请求道 您将来成就如来正等觉时 一定记得摄受我们 说必就不见了 朱比丘 当时的月光国王就是现 在现前菩提正果的我 当时我也是赞叹布施的功德 并行之布施波罗蜜多 所以现在我仍是如此 阿弥陀佛 第一次放慢 好 阿弥陀佛 那我们看一看 看一看这个月光国王这一篇里面呢 其中有一句 有一段话 有一段话呀 说得非常非常殊胜 这是佛在赞叹 赞叹布施的功德的时候 是这样说的 佛说朱比丘啊 我明明了了就知道 布施的圆满功德 以及布施的少分功德 你知道布施应该有十分功德的话 整个十分功德都适成了 那么呢 这十分功德中 这一分功德是什么 那佛呢 都能明明了了的知道 圆满功德和少分功德 佛又说呀 说 欲界众生 这个欲界的众生 欲界众生 如果说他呀 真正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能清清楚楚的 知道布施的圆满功德 和这个少分功德呢 那么他们就会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都不会再愿意去享受 即便是一口饭 也是这样 他都会愿意的去布施 接下来啊 佛说 只可惜呀 众生不像我那样 众生不像我那样 明明了了知道 布施的功德 所以呢 众生 就做不到 这个事舍的事 那在这一段里呀 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 众生还是无知 无明啊 不明白 不知道 所以说呢 他会有这种现象 坚令 坚令的现象 如果说呢 真的像佛一样 明明了了知道这些功德 他就不会再这样了 那这一段 佛说的呀 真是透彻 非常非常透彻 真是非常非常透彻 那么呢 我们现在不可能像佛那样 明明了了的知道 这一切 我们现在不可能像佛那样 明明了了知道一切 那就是布施功德 那但是呢 佛讲过 布施 这种功德 我们在学 其他经典的时候 也都多少学了一些 多少的 学了一些 但是我们光学了一些 我们 这个信有多少呢 我们这个信呢 有多少呢 我们这个信呢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我们能信 能非常透彻的信 就即使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我们相信佛是真于者 实于者 不疑于者 不妄于者 那么我们就会信 佛所赞叹的这个施舍利益 从而呢 我们去圆满成就的 最后等我们成佛道的时候 可以像佛一样 非常清晰 非常明了的 知道这一切 这个很重要的 好 柔顺凡人说 不思功德 如是大 他全施舍了 是的 所以说呢 第四天 检验的结果 他发信是纯真 那我们现在也都算是发了心的了 但是要是哪天第四天 出现在我们面前来检验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能考及格呢 好 接下来 有什么凡人 再问说 师父 我做不失 还是有障碍的 不能全部的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好了 那这一篇非常重点的话 在经文当中 已经非常浅显的 直接告诉我们 佛已经先说清楚了 大家只要记住 记住就好了 好了 我们再往下来学习 我先放慢 太多 剩下的一小篇内容 后面的一个呢 就是48分钟 可能刚好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才放了两个录音 那因为我们现在学习 有师父陪伴 我就想着 是不是我们不需要赶这个 把这些录音全部放完 那我们现在的话 也知道当中忏悔的一个重要性 我们就针对这一篇的话 我们自己也 虽然师父不在的话 我们自己也讨论一下吧 讨论一下 我们自己给忏悔的点 我们自己也忏悔一下 到时候 后面的录音 可以说 师父也有机会多陪伴 我们再多学两篇嘛 因为一旦的学完后面 就很难 师父就是说 再陪伴我们 早上这样学习的 你说可以吗 好 请小居师兄和经理师兄 你们排着来上卖就好了 我关卖 好 无尽感恩 尊贵的天丹师兄 这样殊胜的提议 感谢你 感谢大家 现在还有 生物师父在陪伴我们 我们好幸福 我刚刚听完这一篇 这个月光国王他好厉害 他能够就是 去做这个布施 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候 一个国家 每一个人只能一天为止 一口饭的时候 他只有两口饭 但是他都能够去做布施 哎呀 我太赞叹了 让我们乃及一气众生 也能够如佛一样的 清除明了 知道这个布施的圆满功的 乃及少分功的 我之所以 这一生 就是生在那贫穷 家间之家 我知道这不是 没有前因的 一定是有前因的 因为我自身 这个从小到大 我就觉得 我这个人 好不舍得东西 把给别人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村子里 如果有一个要饭的来了 我一听到 我马上从回去 把门锁上 要不如果我妈妈 爸爸在家里 我就告诉她 把门赶紧锁上 不要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就是那种 然后 到 这个 自己做工作的时候 去上班的时候 如果别人 如果别人借我钱 借我二十几块钱 我记了她好多年 记了我 记了她好多年 她说还我 后面她没还 因为她又回家了 我就到处说她 这个人不好 欠我钱 说的 就是 没有一点 思考的心 然后到 到我认识了 我的先生 我经常很恼火她的 为什么 因为她很 她这个 与生带来的 就是 一个习惯 就是她喜欢 把东西给别人 还有我母亲 以前也是 她 我们家里 其实很穷的 要是 有一个水果 什么的 就是有人买水果来 或者怎么样 她都会 舍得 拿给别人的孩子吃 家里 没有菜 就煮米饭 用那个铁锅 用柴火 烧的 那个柴火 做的那饭 很香嘛 然后我们家里 基本没什么菜吃的 有时候是 很咸很咸的 那个咸菜 一丁点 能吃一大碗饭的那种 但是有小孩来 他们看到我妈妈吃东西 很开胃 他们想吃 我妈就会用碗 去装饭给小孩子 把它锅吧 我心里可想吃了 就是我妈就不知道 不知道留给我们 就会装 用碗盛上来给小孩子 就是这样 我也很恼火他们 就心里很怨恨他们 懺悔懺悔 还有到我先生这块是 他每年 过年过节 他都要把一大家子 就是我们那时候 在广州住 他都要把 一家子人 全部召集起来 因为他是大哥嘛 所以要请大家去酒楼 吃饭啊什么的 然后家里有个什么东西啊 就会要想到给他 弟弟啊 他们那些人 甚至我们 多一套房子 他都要给 他的 弟弟们 弟媳妇们住 给他的 侄儿侄女 他们来住 就是 我们自己住的那套房子 还会安排一些人 在我们家里住 就是有谁 有困难 来到我们那 他就安排在家里住啊 或者是在外面住啊 或者是吃啊 什么的 所以 到现在 人家就是 你看他 现在七十多岁啊 但是 他去到他乡 下那边 别人就 老老少少都喜欢他 因为什么 他老是给别人利益 就是 农村这边 有什么打官司的 什么的 就去到广州 求告无门的 求到他那去 他都会 想办法 就是说 他会想办法用 他会利用 他的人际关系 就是 让人家吃饱 睡好 有些人呢 就是求医的 去那边 有的眼睛瞎了 或者怎么样 他会用 他的人际关系 去 帮助人家 去医治眼睛啊 所以他现在 眼睛也很明 很亮 晚上 很远 他都看得清楚 他不知道 什么原因 但我因为 跟着书学习以后 我就知道 他是什么原因啊 他能够 眼睛那么亮 我们的视力 就很差 然后我很讨厌他 每次把大家 召集起来 吃啊 我就觉得 这钱不是 自己家里人用 就更好吗 为什么 本来自己用 就很美满嘛 干嘛要给别人用 所以我 我记得 我曾经在 师父 跟钱就说嘛 我很恼火 我先生呢 过年过节 别人都过年过节 他还在外面 就是年三十 一般是六七点钟 人家都在吃脸 夜饭呢 他不是啊 他还在外面 风尘仆仆的 送花 送这 送那 打点上的 下的 他 他手下的 他要打点 打点好 他上面的 他也打点好 然后他上面的 那些亲戚 亲人卷子 他也要去管 所以他基本就 我们就实际上 很少的时间 在一起 所以我每年啊 对他怨恨很多 然后我就抱怨到 师父那去了 有一年 我第一次见师父 跟师父说 然后师父就说 所以 你就 我 我就是 我记不起那个话 就是那种 草民嘛 所以 那个意思就是啊 所以我就是 草民的命啊 人家就是当官的命 所以我很 很 很 很惭愧啊 真的很多年 我还是 还是没改 这个恶习 就是 到什么时候 到跟福师父 听听文法的时候 偶尔的有一点东西 想寄给师父 哇 我的 那个 吝嗦的心啊 我会怎么样 我 我拿东西的时候 我是一小桌 一小桌的拿 然后我 我看来又看去 看来又看去 横梁来 横梁去 真的 那个心 好纠结啊 我像割肉一样的 就是 如割身肉啊 拿东西啊 很 不舍得 然后 供佛菩萨三宝也是 我专检那些 什么样的 就是 我看哪个水果 可以放的时间长 比如说 瓜子花生啊 供个十几天 也不换 也不吃下来 也不停下来 水果呢 就是 剪那种 可以放很久的 然后放到那里 放梅了 我也不放 也不 也不拿下来 还有供那个香 供上去 其实供了香 找了 点完以后 呃 现在那香 以前我们供的是那种 下面有那个饼的嘛 然后我 我连那个饼 我都不舍得 拿下来 一个是懒惰 一个是 真的是好签订 好像装装样子 就是 哎呀 有那个香的根 就是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叫什么 那个梗啊 那个那一节啊 擦在那里 擦得满满的 而且还很丰满 还觉得很 很神气的 很不得了的 太惭愧了 然后 偶尔的 有那么一点 发心啊 想供养 佛菩萨 那个 就是 我知道 供养那个 衣服会 会 呃 就是得很多功德 就是 夜报 擦北京 上一讲的 有十种功德嘛 然后 我买了一条 什么 什么衣服啊 什么裤子啊 我 我供到 观音菩萨 向前 然后第二天 我就拿下来 自己穿了 我说 哎呀 我不是供养 我是求加持的 我这样 一下就改变了 就是说 哎呀 那裤子 是我喜欢的嘛 那我就赶紧拿下来 哎呀 那种 好 好恶劣的 就是那种神态 那种心态 那种动作 那千贪 千令的不得了 所以 我自己造了这种恶业 我也不知道 勉强 佛菩萨的东西 还有供了那些水果 那些东西啊 我也很小气啊 我真怕 哎呀 这可不能浪费了 我要把它撕掉 我觉得 我不撕掉它 我就浪费了 我供完了 我又去拿来吃 甚至拿来送人 我还要拿 拿面子啊 我说 哎呀 这是供完佛菩萨的东西啊 送给你们吃 就是 我又去做主张了 所以像这些东西 我 我造的 叶可 生了 还有我的母亲 她曾经说嘛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 积攒的 我不太 完整的记得 就是当初怎么会 积攒 有一个信封 里面装了一千块钱 我的母亲 看到了 因为当时是 小朋友到我们家去玩 就在那里翻出来了 然后我母亲很高兴 就是 她说 哎 你怎么藏私饭钱啊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我自己藏在里面的 还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母亲就是说 哎呀 我女儿还不错 她 她 这个人很小气的 她 小的给我 藏一千块钱 给我 结果 我说 哪里啊 我 我什么时候藏了一千块钱 我也不记得了嘛 因为太久了 也有可能是说 我想给母亲 生活费 然后 我就忘掉了 放在哪里 放在哪里 就忘掉了 然后我母亲这么一说 她说 她的意思 就想鼓励我 让我 不要那么小气 因为我很 很小气的 给父母钱 我也很小气 嗯 然后 我就说 说 哪里 什么 给你存的钱 我都不知道 是谁存的钱 在这里 然后我先生说 怎么想藏私饭钱啊 要钱用就 就说嘛 我说我没有这回事 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样 但是我骨子里面就是 我给我母亲买衣服 我也是很小气的 我 我 我给爸爸买衣服也是 我很恼火的 他在那跳来跳去 我就说 哎呀 行了行了 随便买一套就得了 敢那么 敢那么时髦干什么 都就 这就是我啊 这就是一个 我 我现在是裸露在大家面前 我 我不 我不敢付产了 因为太恐怖了 我给我爸爸买衣服 我也是 数着那钱 看到那火爆的钱 我说全买完了 我就火得不得了 要不然 我要做主 这个你不能买 那个你不能买 只能 我说你能买 他就才能买 然后我 我有时候给我妈妈 我妈妈有时候会问我 要一个 要一些东西 呃 然后我就很火冲冲的 就是那那语言 很尖色的 买就买吧 买就买吧 哎呀 就是那种很凶的 买了也是火爆火爆的 就是心里不情愿 真的是如鸽生肉 这种这种事情 在我身上发生的太多太多了 然后看到先生请大家吃饭 我要老火 呃就是推东西啊 那手啊 嗯 那那手劲啊 就是很阴阴的 就是很暗藏着 暗藏着露气 呃 那手一推 就推过去 然后把门 蹦 刷下去 就是我不说 但我要让你知道 我在生气 我 我先生才不吃我这一套 因为 他是造就的 他他他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的 他给他们 子儿子女们 呃 借钱给他们读书啊 还有他的战友们 所以问他要钱过年啊 他就给人家了 嗯 所以我这个人 还好 还好有师佛三宝的出现 经过 这些年来 我有一点点改变 但是还没有改变到 呃 就像佛法里面讲的那种 一切能舍 心无恋主 还没有达到那种 呃 那愿我今日当众 忏悔的这些歌 呃 在父母头上 那集于在一切众生 头上造作的千令的恶业 呃 那就特别是我 障碍我先生 布施的这些 恶业因缘果习 跟愿我素得清净 祈求师佛三宝加持 愿我的清净 以后不能够再这样 我立志要把这个千令的恶业 把它舍掉 然后 以后都能够 欢欢喜喜的去 呃 做布施做供养 能呃 一切能舍 而且舍得欢欢喜喜的 呃 无主无父的去 布施供养 能够 在 过去的 这个 就是有所提升的层面上 达到佛所说的 圆满的布施 我希望找了成就 也愿一切众生成 如实成就 好 我再次就说到这 留时间给师兄们 我翻卖 感恩大家 前面还有师兄打酒吗 是 是 呃 不好意思 呃 是 听到吗 好好好 你说 呃 是 呃 如果等一下 呃 我家人如果出来的话 我可能会随时关麦了 不好意思 先提前说一声 呃 就是昨天的时候 呃 我妹妹让我 昨天时候我们 在那个 呃 呃 邻居在门口 和妹妹说话 妹妹就是马上拿出 好几个橘子给邻居 哦 我当时一下子心就觉得 有点心痛的感觉 哦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 爬 爬梯一直摘了 然后就觉得 然后 哦 我当时一下就觉得 好心痛的感觉 哦 我在想 后 事后我就想 我怎么这样的 然后我妹妹就比较大方 就是 有什么 比如说别人来说话 或者看到他们 但就会 让自己的小孩 递给别人 或者是 自己亲自去 送给人家 但是我当时 我的心就是 磕的那一下 哦 我当时就好疼 我就想 自己怎么会这样 这个橘子都舍不得 而且家里的院子 那个书上 寄了好多好多 而且很 真的很多 而且邻居 平时都是 对我们家 有很多很多 照应的地方 就是蛮微小 蛮微小的 这个举着 就自己 就那样子的心痛 真的是这个 签 centimeters了 袭气 感觉到 是非常伸重 真的是 深深的 忏悦忏悦 然后 还有我还记得 就是原来的时候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要跟着我小姨 快出去玩 然后我哥哥就给了几千块钱 给我母亲 然后就是如果他出去玩的话 就随他买东西干嘛的 然后他们因为抱的是那种 那种免费的那种 拉老人出去玩的那种团体 其实我知道那种事应该是 可能就是是个陷阱什么的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跟他们讲 不要去 然后到时候安排一个好的 就是那种旅游团去 然后但是后来的时候 我小姨跟我母亲快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我哥哥就跟我讲 说不要滥子 说然后就是说 担心小姨可能会有不好的想法 然后就是觉得好像是不是 因为那个是小姨主张 我母亲和她一块去 然后就是怕小姨会觉得我们这边 好像是对她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不是有点炫耀的感觉 我说好吧那就随他们 后来果然去的时候 他们去的时候其实没有吃好 也没喝好 这次母亲回来之后跟我讲 然后同时的 母亲被他们拿到一个店子里面去 他们在那里面的时候 应该是个假的 应该是个假的卖浴器的 然后母亲就花了一千多块钱 买了一个浴锁子 其实是假的 她一拿回来的时候 就给我们看的时候 我就说这是假的 其实我的理智告诉我 不要这样子对母亲讲 不要这样子对母亲说 这是假的 就是那种 但是我的心就是好心痛 就是觉得 哎呀就觉得 就觉得心里当下 我们这年 我们这年这么辛苦 但是你就这么买了一个假的东西 所以我就非常气愤 就一直跟她说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但是其实这个话 其实说出来是非常伤父母的心的 因为可能她心里多少疑惑明白 但是你如果说出来的话 就是接她的 就是很刺痛她嘛 其实母亲一生都非常的节约 像生菜生饭 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放了好久了 不能吃了 要倒掉 母亲有时候都舍不得 她舍不得扔掉 她甚至要吃掉什么的 然后我就是 就是那种语言 其实我的哥哥就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他就觉得钱给他换了 然后 然后 然后他想要干嘛就干嘛 就即使是知道假的 我哥哥也不会支持 甚至可能都会说 嗯 不错 好 但是我就是那种 就是自己的强力心 然后就觉得 浪费钞票 就觉得 就非要去狠狠地去拿这个坏鱼去刺他 然后就非要说 这是假 还不一直不断地强调 还用其他的心理去说 就是 哎 在这真的是 甚至能 从而从而记不记 就是这种完全是强力道 完全不顾父母的感受 然后不随他们的欢喜 非要是把 让他们 在他们认为开心的事情 高兴的事情上 偏偏要去推翻 让他们心里难过 让他们心里不舒服 真的是自己 其实你想一想 人生短短几十年 我们死了之后 什么都带不走 什么都留不 只有业 只有自己的业 跟着走 偏偏就是 这么在于外在的一些事物 就算是那个是假的如何 又是真的如何 等我们死掉了 什么都留不下了 但是自己就偏偏是 太在意这个外在的事物 这种强烈的心态 然后甚至连父母福田的上 都要去遭遭 占了恶意恶心 让他们不开心 还有一次的时候 就是我母亲走了之后 那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非常痛 我太震撼家里人 所以那个时候 就心里想到 不要 我不会再 我就是说 我要把自己的钱 收起来 我不给他们买东西 然后 然后以前的时候 都会给母亲父亲买凉鞋 买凉鞋 后来我想到 我前面给他买过凉鞋了 然后我今年就不跟他买凉鞋 结果的时候 当年夏天的时候 父亲在门口 还是在摘菜吧 摘菜的时候 然后我哥哥就看到了 就看到了他的凉鞋 就看到了凉鞋 就是很破旧 然后其实当时我前面 我好像我也看到了 但是我自己就心里想 我不要去在意他 我前面跟他买过了 他自己又找不到了 哎 这怎么能怪我 就不跟他买 后来时候 我哥哥好像就是说 你娘血怎么那么破旧 说要给他买一首 后来我就抬头 看着什么 看到了 穿着那么破旧 就要领寻 我当时一下心里就不舒服了 然后 我当时一下心里就不舒服了 就觉得自己 就觉得自己怎么 这个样子 就是生自己的父母一样 自己的父母 就是看到他们有不 穿着不舒适的东西 就自己还要拼命不去在意 拼命地去 就那么一点点小钱 就去吝啬的 不肯 不肯给他们买东西 我当时就一下子就觉得 就心里有点难过 就就就跟说 我说我给你买 我给你买 后来说确实也买了 但是就是那种自己 前后经历了一个 经历了一个 就是心狠的一个 心狠的一个状态 经历了一个非常 亲力吝啬的一个状态 就是对自己的父母 对自己的父亲 就是这么了 这么一个心狠 就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就完全好像是自己是一个非常冷漠 非常冷酷的人 甚至呢 真的是甚至呢 常会常会记不记 还有很多的时候 如果看到一些 需要帮助的人 有时候自己 偶尔也会 也会不失 但是就是那种不失而量 自己就一直在那里 紧紧计较 一直在想 我记得有一会儿的时候 碰了一个 应该是 不知道是不是在流浪 然后 坐在一个 乔顿下 坐在一个 一个 一个地方 看了就觉得好心酸 我就想着买点吃的给他 结果我自己去买吃的时候 我看到葡萄 其实我心里有想买他 可是我就觉得 葡萄这么贵 我自己都没有买给自己吃 我就不买给他 反正但是 就是那种心真的是太强烈了 后来就买了非常非常的便宜 粗糙的食物给他 后来我就心里想 我就心里想 后来事后我心里想 我就觉得 我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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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葡萄 又不是特别贵 我又不是 又不是不能买给他 我为什么要这么吝啬 就是还是 太在意了 太在意这个外在的食物 就 就是 就是 事后有些后悔 后来就想 如果他是一个菩萨 怎么办 那我却不是 那我却不是 就是太吝啬了 我 我有时在想 天人 看 天人 因为天人都有神通 可以看到我们这些 我有时在想 天人菩萨 看到我们这些 哎呀 该怎么想 但是当然菩萨 菩萨肯定是不会 不会对我们 众生有什么 不好的想法 但是我在想 天人看到我们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可想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一个 普通凡人的一个 一个去度量 去猜测 但是也许人家是非常 有素质的功德 就不会去难了想 只是觉得我们 就像佛说 这样的 不知道不止的功德 不知道不止的 十分功德和 少分的功德 就是所以我们就是 像我这样的 像我这样的人 就是太无名于此了 然后也有很多的时候 有很多的时候 自己确实是 在比如说 给同事吃东西的时候 还会 还会去 紧紧计较 哎呀 度就不够分呀 就 就 就给了特别赏 然后或者是 只给 这个 我觉得 我 我结得不错的同事 有些同事就 可能不给了 真的是 就是 还是先顾自己 然后 然后 其他的人 最后再考虑 真的是 深深 常会 常会自己无尽 很多的时候 自己 就是这种 强烈的心 就是几个橘子 都舍不得 甚至 家人 碰到家人 有句 不是给别人 也会跟人 都去心痛 我记得有一回 附近在做菜的时候 做了一盘 什么 鱼的菜 然后 有 有陌生人 来吃饭 但是附近 就给 他夹菜 就特别特别的 不开心 我就觉得 我也想吃 但是我就没有吃到 我就觉得 或者是自己不够 其实也不是 全部给人家 还有留有一些 我就觉得 好像吃不够 一样的 就是自己 没有吃 没有那种 敞开吃 然后就 四号的时候 我就说 抱怨父亲 我说 你把菜都 夹给人家了 我吃什么 我都没有菜吃 然后父亲就 就在那里 很无赖的 就在那里 很无赖的 感叹说 哎 就觉得好像 我怎么 当然没有说 什么正话 父亲一向都 不跟我们 说什么正话 反而是我 就是非常的惭愧 经常是 发脾气 对父亲发脾气 但是父亲都 包容下来了 真的是 甚至常 我成为主亲 因为父亲 只是那样的 很无赖的 有一些感叹 没有说什么正话 然后我自己 反而有一些 根根于坏 然后后来还说 还对别人讲 说父亲有时候 完全不知道 什么情况 就是把菜都给人家了 我吃啥 我们都不够吃什么 就是在那里 一直还对别人抱怨 后来别人可能 也觉得很无语 就也不好说 说过什么 又没怎么自身 然后就是这样的新闻 我目前想到来有这些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新闻 我应该一直招出过很多 招出过很多 所有记得不记得不记得 统统成为自己 强力吝啬 不肯不思的一切 我还记得有一次 在上学的时候 当时跟我男友 他在做饭 然后他每天中午 他那个时候是在 在学校周边住 然后每天 每天那段时间 他快毕业 他每天中午都会做饭 然后我竟然会过去吃 后来一起玩什么的 然后当时我 我男友的一个同胞同学 也会竟然过来玩 然后前面几次来 我心里就有点 我男友每次都会 找回他来吃 然后我男友 从来也不会抱怨什么 但是他来了几次之后 每次都来过来 我就心里烦了 我后来的时候 有时候我就忍不住 来当面说他 就是说他的同学 就是说的同学 哎呀 总是过来 趁饭摆吃摆喝喝 大概我不记得原话 我太惨快了 甚至惨快 我记不记 甚至惨快 我原话我不记得 大概是就是抱怨他 而且是当面说人家 那人家真的是 下不来台啊什么的 那我男友又不好说我 然后可能是我对他太凶 甚至怎么这么做 所以我男友也不太敢自身讲我 但是但是那个是他同学 而且他那个同学是 就是也比较孤单吧 有时候也找不到什么人玩什么的 但是我男友比较宽厚 就不会有对他有什么任何的心情 不会有任何的抱怨 但我就是 后来有一次就是忍不住当面说他同学 那同学就是下不来台 后来他同学就走 后来他同学的时候就可能就是觉得 我是不是老师 就是不是我 要了回报什么 他同学就很不好意思了 就请我们之后 我反而是太惭愧无耻了 我跑去还硬惨 我现在想象我自己怎么这个样子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讲 真的是我害怕到 非常没有残疾性的 我还跑去硬惨了 就吃他的火锅 哎呦 真的是搞了自己 这个 这种强烈的心态 然后要别人去自己吃好吃的 吃好喝的 这种心 我完全是无法自形容的 然后还对自己的父母 强烈吝啬 不可能跟他们买东西 不肯为他们花钱 然后就是对众生 甚至对自己 有照顾过的 有对自己加油 有照顾过的 有恩德的众生 都非常的强烈 这个局都舍不得 真的 我唱会 唱会唱会 自己五十一来 所有强烈 对父母 对佛神宝 对父天上 来自一些 对自己恩德的众生 自己很多众生 都是那种 造作的 强烈的 不肯不肆的 这种 无惨无辞 这种情境 虽然经无了自己 能够 虽然经无了自己 能够 人们成就 如佛所所讲的 不实的圆满功德 和少分的功德 希望能够 希望能够 如律如法 能够恨以佛法 智慧规则 做到如佛一样的 圆满的不实 愿我记一切重视 和大家都能够 借数数成就如是 无量的功德 唱会唱会 接着 唱会唱会就会 莫学分 感恩大家 好 我记得感恩 小居师兄和 金敬师兄当中 忏悔 实际上 你们忏悔的 这些 我都有 因为 我如果是没有 这些千灵业 我不可能这么贫穷 这一生 就我 这门四个来说 是我是最贫穷的一个 常常我也 给我姐姐 她们相比 她们的行为 和我的行为的造作 我都知道 那我平均是应该的 应该要收这种国报 因为 太前台临摄了 甚至我自己 不但前台临摄 我对 就比如说 我爸爸 还有我家里人 他们不吃的话 我都要 有时候还要管 这些什么东西 就比如说 像我爸爸 家里种了很多葡萄 那品种不一样 那我爸 一成熟之后 就想 给这个人送一些 给那个人送一些 他就安排好 安排了下来的话 我们吃的就很少 因为送的人很多 那他有时候 让我去帮送 而且还要捡那些好的送 把那有一些品种 有时候一酸一点 不是那么甜的 自己留着 自己吃 那特别甜的那些品种 就让我送过去 哎呀 我心里就 很不愿意 也是 就 就给我爸说 我最好的 我们吃嘛 怎么怎么 还要去 障碍 所以 又生签令 又生障碍的 所以 而且我是在 辅贴上照 那兑现的那果报 也是很快的 那我现在也常常 收到 收到什么果报了 就是我要 不吃啥东西 也有人在障碍我 包括我那小孩啊 我给他买了一点零食 买了一些吃 他那 找他玩的 小朋友有多 一来了 他马上就分给别人吃 哎呀 把我 看到我 虽然直到我说 那我说 心里直到就是说 不能当面就说他 不能让他不分给别人吃 但是我心里就很那个 很不舒服的嘛 因为他吃完了 那小孩都吃完了 我 我儿子要再吃零食 我还要给他买 还要发钱嘛 所以我就 在这块又签令了 现在有时候还 还就是变成乏的 就是那种 残取的心态啊 就不能直接说 不让你 不让我儿子 给小朋友吃 就是绕着弯着说 就是告诉他 哎呀 那小朋友来吃的东西 不要都给别人吃 怎么怎么着 反正就是 还要给儿子 交这种 签令的 恶业 我无尽地惭悔 还有就是实际上 就像别人成全 我不失 就像这文中的 越国官网 人家来 来要他的那个 两口饭的时候 他翻起的不是 但是 在现实中 就比如说 我婆婆一样 他 我会给他一些零花钱 那话 让他买东西啊 买什么东西 但是给了他钱 他不发 他买东西 又给我 要叫我去给他买 我就 一个是说 我有 生了钱 又有火嘛 所以有时候 我就 没什么好脸色 给他看 嗯 其实我 我就是 每次要他买东西 我就想着 我钱已经给你了 你手里 已经放了那么多钱了 你还要给我 让我去 一点点东西 的话又不是 大东西 要花很多钱 小东西 你还要跟我 继续要 就很火嘛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我要真的当中 忏悔 这块 我在他头上 就造了很多 清漫和千灵的 这些 本身人家在成全 我的这种 福田上的 呃 布施 但是呢 我反而 因为这种 千灵业 清漫业 反而不但不布施 还造了 神众的这种 恶业 真的忏悔无尽 还有那个 你说的那个 给佛菩萨 供养这一块 我也是犯了这一块 那太贵的 我是 呃 不舍得买 哎 然后呢 就是供养的东西 都是那些 比较能放了住的那些 哎呀 又供供了 好多天 有时候还不去 撤下来 有时候就是 也是供了之后 哎呀 感觉到那些东西 仍然怪可惜的 有时候 呃 之前还也犯过 就是当着人情呢 就把这些东西 当人情送 送给别人吃 送给别人用 哎 真的是 这种恶业 真的造的太心中 也忏悔 也是 也换了就是 给我父母买东西 也是会 紧紧计较 因为太贵了 也是舍不得买 呃 反而而且来说呢 我自己 也从小养成了 好吃的那种 恶习嘛 有的时候 呃 就 自己不多的东西 情况之下 就藏着椰子 我 我每次 我这人造作 我就想起来 那个炉子那种 怕 就跑了 几个地方 怕 那些东西 人来 来人去 抢他 他那一份东西嘛 反正动我 抢他那一份东西 我 我实际上 也是犯了这种 就是有东西吃的时候 也总怕别人 哎呀 这时候刚好来了 要分给别人吃 就 有那种 很牵连的 还有 一般的 等没有人 来我家的情况之下 这些才拿出来吃啊 所以真的是 无尽的 很耻辱 很忏悔的这种 实际的牵连 而且我有东西的话 有些时候是 不愿意先分给别人 都是觉得 东西比较多 我用不 用了差不多了 感觉 哎呀 东西比较多了 我才去给别人 所以 我在 也收到了 这种果报 是别人有东西的时候 是没有先给我 就是 也都是 整个差不多了 才分给我 因为我 我也 看到这种情况 然后我就知道 就是我的业 因为我 也是常犯过这种恶业 而且因为 那个时候盖房子干啥 家里很 没钱呢 就是 没钱的情况之下 有时候 天香送礼啊 看那些病号之类 我就很斤斤计较的 怎么算的 我不能吃亏 不能夺给啊 就是 很那个 很 很计较这一块的 而且有时候 一看到 那些 事多 就 就不吃的时候 就心生 埋怨 怎么今年这么多事情啊 怎么怎么怎么 还要去抱怨一番 实际上 就我这种 牵连一叶的话 真的是活该 我自己 受这种贫穷苦 你像我姐姐 她对我父母 是特别的 大方 所以 现在很多说是 上次 师傅说 现在很少看到 就是说 子女愿意 先跟父母买房子的 实际上 我姐就是 她什么事都会想着 我父母 都愿意 你看我父母在农村 他就要说 要给县城买房子啊 给我父母住啊 让他方便啊 让他在县城里面 跟那些老人去 呃 去那个游玩 而且他经常信了 给我父母 去抱那个老人团 让我父母出去旅游 他自己要去 有事出去办事的 回来一定要 只给我 去买什么东西 甚至买一个箱链之内 都要花一万多块钱 他很舍得 而且我妈妈生病之后 她全部是用那些 呃 回来之后是用那些 就是营养粉啊 那个是死贵的 就是一一小盒都几百块钱的那种 一年如果是长期吃下来 就一年就要花几十万的那种 但是呢 我姐的话 她是一点点 都毫无吝啬 而且就是说 我因为 我每年我破个几十万块钱的话 我就要给父母 就把这些营养这一块 就是 因为她没有毒害嘛 吃药 长期因为我妈要长期吃药 吃药的话 那肯定有副作用 她就用这些 就是国外的 在进口的这些营养品 就养 养我妈嘛 然后呢 她就 就我妈最后就没有吃药 光吃 就是平常就吃这些东西 所以 我妈的现在身体就是 恢复的越来越好的 就是我 实际上我姐实际上 也是在县城里做生意 就因为 她对我父母特别特别大方 所以她的生意 在同行业来说 就是因为她这种 爱布施的一种习惯 爱施舍的一种习惯 所以她的生意 就相当稳定 所以 实际上来说 这个真的是 线事报能够看得到的事情 就因为她不断地去 因为有钱 有的人是不愿意施舍的 但是我姐姐就是说 她没有了 她愿意施舍 就包括就是说 我的亲戚有事啊 就是像那个谁啊 那个小居师兄 说她老公的事情 实际上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 业习个人的一种习惯 那我从小 我就是一种牵连 我姐就是很大方的嘛 她无论她对别人出利 包括是出钱 她都很大方的 那我就是很牵连 就是力气也懒得去除啊 钱也懒得去 所以说我就没有福报嘛 我姐姐就很大气的那种嘛 所以无论她对父母啊 对别人 她都很大气的 所以她自己就是做个生意 她都很稳定的 所以这一块真的是 修了什么 她就会得什么东西的 真的是现在来说 就我姐这种对父母的这种 包括生意上面的一个孝敬啊 包括财务上的孝敬 基本上很难找的这种孝有孝心的 前两天我爸还给我说 就说哎呀 你姐啊 真的是对我们太孝敬了 怎么怎么说 我姐做生意那么忙 她为了 就是我妈生病 为了就是说 给我妈 就是说照顾我妈 要洗澡 而且她有时候太忙的时候 她还那个课表 就像我们课表一样 今天打哪天 她要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 切到她的办公室 她的桌旁边 要给我妈做什么事 做了之后她就打勾 她就是 就是很认真的完成 她要对父母的这回责任心 所以真的 我真的很赞 因为我姐是老大 她对我们就是 浅线了 就怎么孝顺父母的 怎么对待身边的人 所以我姐姐的德行 对我们几个来说 是影响很大的 都是 她说的话是很有权威的 所以我有时候真的是 特别佩服我姐姐 对我的这些实现 所以我有时候一对比 我就很常贵 我自己的这种恶业习气 谈恶我也说多了 给师父留在身上 那就请 曾卫师能上麦吧 谢谢 时间也到了 是不是 我准备明天吧 没关系 稍微可以说得多 因为我们是 是九点钟结束的 因为今天是讨论的话 星期六可以 应该可以稍微多长点 没关系的 如果 因为不是在讲课了 这是我们自己 讨论先聊的嘛 好的 因为能应答久了 我们说完了 把这个话题结束 明天放别的话 可能其他师兄放了 可能就没有时间 去讨论这个问题了 好的好的 谢谢师兄 好 首先呢我 同大家散会 然后也随其散叹 大家的家里人 还有亲戚的兄弟姐妹 丈夫所做的 养成这种欢喜物事的 这种上根功德 然后我也在大众 忠悔我的这种乐意 因为我从小就是不算是太灵气吧 但是也很欢喜去给别人 但是呢后来我出圈了以后 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学法嘛 然后这到 大家都知道在寺院里 每一个就是到了 本世释迦牟尼佛的诞生那一天 还有云南盆的那个时间段 还有过年的过节的什么什么那些节日 寺院里一般都会去把寺院里的这些米啊 还有方便面啊 还有这些东西 去布施给那些贫穷的人啊 但是我们这里的这些 有一些他很贫穷 然后他们也很凶知道吗 他们来寺院乞讨的时候 如果你给他的还好 你不给他 或者是说你给别人了 然后到他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没有那个 如果你给他 你打算的给200分 但是到他的那个时候 已经这百个票已经给完了 这个时候他就很凶很凶的 然后如果你拿着那些票 去给别人的时候 哎呀其他人都是 你知道吗 他有的时候会 如果你不凶的话 他就可能也是把你给压下低下了 把你给打到就是他真的那个那个票嘛 能拿到自己能拿到的那个票 然后他会他会不管你的是师父还是什么人 他都会赶很凶的来讲 来讲的那个票啊 所以在我的寺院里 以前我是很凶的一个人 很惭愧哦 我当前是很凶的 没有人能欺负得了我的 然后我个人也是 当时我的个人也很大 然后我的两步上也是很凶 反正我的行为举止别人 一看都不敢不敢惹的那种 谁都不敢惹的我的那种 就是所以每一个就是因为我的这种行为 然后我的这种按手提香的这种傲慢 然后这种别人一看就啪的那种 不敢惹我的那种 所以以前我师父还在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后来我师父去寺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们都把那个票啊都给我 然后让我去分给那些贫穷的人 但是呢那些贫穷啊 跟他来乞讨的时候真的是 哎呀很让人讨厌啊 因为他太凶了 然后尽管我是这么凶 但是我还是没有比他们松 所以这个时候啊 就是因为接到师父和师兄的 这个主持的师兄的这个任务嘛 然后就去给他们这些票 让他们来拿这些施舍的这些食物啊 但是我对他们都是很凶很凶 然后如果不听话的时候 我都以后我都很会就是很大声的去吼他们 然后去教训他们等等等等这些很恶劣的这种行为 那么真的是不是的那个心态没有欢喜 而且就是呃 Ronald 而且要就是呆着这种呆者 既邁人还有厌烦人 clutter 北人的那种眼神啊 lakes 去發给他们 而不是用这种 嗯 就是像《地藏经》里面所说的这种布施的方法 你是柔和的语言啊 然后微笑的脸啊 欢喜的心啊 去两手捧着去尊重他们 去布施给他们 没有这种这些形态表情研究动作的 所以从这个布施来讲 我也是犯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恶业恶习 后来跟师傅学法了以后 我才去改掉我这个毛病 然后就是从小到大 就是没有这种很强大的这种灵系啊 有什么好吃好喝的我都会分给别人 然后也会去给给别人 很欢喜的去给 然后去给的时候我也会就是 因为我从小就是被我父母 虽然养成这种习惯 因为我父母也是 自现给我们兄弟姐妹的就是 你拿东西去给别人的时候 最好是拿你最好的东西去给 而不是你吃不了或者你不喜欢的 你不要给 或者是说你去给了 然后你就要把这些好的去给 就是养成这种习惯了 所以我从小到大 就是一直就是用好的去给的人 如果坏的东西就不要给 但是呢 在在寺院那里的时候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是这么愚蠢 就是一直跟着这些烦恼 然后觉得自己是很 很威力嘛 就是别人怕我呀 或者是说我的这种慢性呢 觉得这个寺院里没有人能跟我比 或者是觉得自己是能定过别人 然后你做不了的事我能做呀 然后我能压住别人呀等等等等 这些傲慢的这种心态啊 然后去这种去压制别人 然后去给别人这种痛苦 即便你把东西去拿给别人 但是你还是用这种傲慢 这种启示别人 这种厌烦别人的这种心态去布施 那么这种行为举止啊 很常会 后来我跟师父学法了以后 我才去改掉我这个毛病 然后现在回来 如果是他们给我的时候 或者是没给我 有人进来乞讨 但是如果是没有 实际上没有票了 他们已经发完了这些票 让他们去拿食物的那些 已经发完了的时候 我也会跟这些 他们说 我给那份多少钱我给你 然后我就按着这种 他们的这些 比如说一份布施可能是两百三百左右这种 然后我就直接去把钱给那个来寄讨 然后没有接到的那个票的人 或者是说我会把这个钱给其他人 让他去买一样的那种 那个分量去布施给他们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太会救了以前 因为我的傲慢 我的烦恼 让我去 让我去 遇到这种恶业恶习 深深的在大众常会常会医院 所属的遇产 勤勤勇地复兆 因为我们时时刻和近未来期都能 关系的局部是 成就标准的这种 按地账经里面所说的 这种布施的神态 不要去延迟动作 去布施给别人 好 我现在就说到这里了 我这里有客人来了 我先挂麦一下 大家先讨论吧 不知道还有谁 有没有之前打酒的 我就看到 真五十指最后一个是吧 如果有的话 就再可以少说一会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 我看到好像没有了 好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无尽感恩大家的陪伴 谢谢 无尽赞叹大家的 当中忏悔的所有功能能力 好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恭送诸位 带着同修 我们今天学习结束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